你拆圖也免得死 你待會去廟街盯吧 很多人吃完牆壁 嘩 《ChatGBT》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嘗試問他怎樣去弄炸彈 怎樣去偷車 January 2023 就有十萬元 十萬元就是一千萬個用戶 叫做你想要什麼女朋友 你就可以有的 以前我們經常說有圖有真相 現在有圖也未必有真相 AI其實已經滲透了我們的生活 究竟現在AI的發展是怎樣 之後有什麼路向 還有我們怎樣才可以不讓AI搶走我們的飯碗 今天請了霍哥和Angus上來我們的Podcast 跟我們聊聊這個題目 Hello Hello 早晨大家好 我是霍哥 是一個YouTuber 現在不是有圖有真相 現在是有片也未必有真相 是神經病的 現在AI弄到的片 待會慢慢跟大家說一下是什麼 剛剛正想說有片也未必有真相 大家好我是Angus 可能在明仔那條片見過我 大家快點去看明仔那條片 先聽我們的Podcast 因為我們都會講到很多關於AI的事情 其實剛剛好像霍哥這樣說 現在有片也未必有真相 是啊 現在經常在IG看到很多生活化的東西 可能去超市買西瓜 真的拍一張很多西瓜的照片 然後就問一下ChatGPT4 你覺得哪個西瓜最美 然後他就會幫你選擇一個覺得最美的西瓜 連這一樣東西都可以應用到AI 其實是很多方面都可以應用到的 因為我有試過我自己用AI 用得最多的是用來撿照片 我跟一些女嘉賓拍完照之後 我有時撿完一點之後 或是把照片不小心用前鏡頭拍拍 他拍到晚上起隔起霧 很低解像度 你用AI的AI修復 你按個仔 他整張照片都很漂亮 幫你撿磨皮 你不割那隻磨皮 OK 有些是磨皮磨都是 自己人手磨的 就搞不定 那些是這樣的 我撿圖比較多用 還有AI生成圖 即是改自己形象的 我用得多 我有見過你那張icon 變成女仔那張 是呀 但我想說那些很危險 那些很危險 因為有時一些合法的AI生成APP 合法在它封了一些瓷 即是Nude、Naked、Naked、所有色色的詞彙 它封了 但是封到它的詞彙 你封不到AI的死人腦想的東西 有時我試過 我的腦是很喜歡挑戰這些色色的東西 我打No Clothes 它真的會彈裸體出來 雖然封了那些詞彙 但你也有另一個方法可以令它做到這件事 有時我試過 因為那一陣子有些人很流行做一些realistic的AI的比堅尼照片 我把自己的照片放進去 我這樣帶比堅尼 它彈出來 它沒有比堅尼 即是你的樣子 我的樣子很豐滿 它還有一顆東西在那裡 我還沒傳來看 我可以把圖片放上去 你up point hub就可以了 不過剛剛也挺有趣的 大家提了幾樣有趣的AI的工具 或者應用方式 一開始提到AI的classification 即是我們如果學AI的話 即是我們programmer學AI的話 第一堂應該是學 怎樣去把首寫的012345 去把圖片變成字 其實就是同一類型 究竟哪個西瓜是漂亮些 或者哪個西瓜是不漂亮的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工具都會用到這件事 我自己就用過淘寶 那個AI很厲害的 淘寶的相機 淘寶裡面的AI 淘寶裡面的相機 它不說是AI 但其實是AI 我看到這隻杯挺漂亮的 拍張照片 然後淘寶就會馬上找到 同款 找同款 沒錯 試過逛逛逛逛逛 女朋友跟我說 前面那個女生揹個袋很漂亮 然後她又拿過手機出來 淘寶拍張照片 然後找同款 然後馬上又找到 其實是很生活化 可能我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這件事 是AI 但其實我們已經是正在用 正在用 其實都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你所用的AI 其實跟我們平時用的AI 又有沒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工作需要的話 其實跟霍哥都差不多 我都是要做一些製作 剪片 撿圖 所以都有用到很多圖像的生成 有用到Leonardo AI 有用到Mid Journey Mid Journey都有一個功能 一年前沒有的 現在就有一個可以 我如果將圖差不多完美了 但有些東西我不喜歡的話 我可以圈住它 然後再叫它 我圈住了那個位置的東西 又或者Firefly出了 沒多久之後 我們整個公司都已經開始 用Firefly的AI 實在太方便了 但我們剛剛說到 在文字上 即是在圖片上生成的東西 這件事就很影響到 我們所說的內容創作者 我發覺也算是一個內容創作者 即是不停創作一些內容出來 我有問到ChatGPT 4.0 我就問他 你覺得ChatGPT 4 可以最取代到什麼職業 其實內容創作者是第三 之後還有一些關於資料處理 一些CS的東西 這些最容易被取代 其實是否真的 我自己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在這方面 因為我覺得AI 它比較 即是我在說現在的現狀 你不要問我三年後 五年後會變成怎樣 因為我沒有辦法 太快了 太快了 我沒有辦法估計未來是怎樣 但我用現在的現狀 去估計的話 我覺得它暫時 是未能取代任何一個職業 我只是在說文字生成和圖片生成 或者我們剛剛的內容創作工具 為什麼呢 比如說 我是想寫一張合約 原本我是要找律師去寫一張合約 我直接去問ChatGPT寫一張合約 究竟 他是可以寫一張合約 然後很肯定的跟他說 這張合約是完美的 是可以的 但他可能也會帶回頭盔 你可能要看當地的法律是怎樣 然後他會帶回頭盔 即是你敢不敢真的拿這張合約 被人簽 沒有法律認證的 但如果我是一個律師 有人叫我寫一張合約 我就可以用ChatGPT 去寫一張合約出來 然後我也可以看看那張合約 究竟是否可以 我原本要做三個小時的事 我已經可以變成三十分鐘 我可能可以照顧客三個小時 因為之前我真的要三個小時做 Content creation也是一樣 變成最後把關的人 是 所以其實是看你懂不懂 去善用這種工具 即是我同一個職業 我懂得用AI 和我一個不懂得用AI的人 時間上已經差很遠 因為Content creation取代到的是什麼 我也知道有人會這樣做 因為最難的其實是想辦法 現在很多reels等 你想辦法是最難的 有時候就是用ChatGPT 他說總之我要想一堆笑話 是關於食物的 讓他自己划算 他可能給我50個 之後他其中找五六個 是真的很好笑的 他已經不用想了 因為你想想是最難的 你出來的六個 你就把他拍出來 但最後你面對觀眾 你建立一個人的角色 是你對觀眾 不是人們不知道 你用AI作的 有時候作了AI出來 你改完一點之後 你再拍出來 其實人們不覺得 但就會幫你生成劇本出來 你有沒有嘗試過這樣 我自己也沒有 可能我的東西太瘋了 AI處理不了 我自己 因為那些是比較想說話的 比較多的 有些是很喜歡說一些情話 用AI會打出來 就會比較多一些 我用 content creation 來做個例子 如果我是一間公司 我買首飾的 或者我是一間美容院 如果我是美容院老闆 或者美容院 Marketing的話 我原本是在找一間 agency 跟我拍照 拍片 去做 去想 content 但我作為老闆這個角色 我是不是可以用AI 來幫我想想 而去取代這間 agency 有兩面看 一方面 你是有這個option 我如果是想花多點時間 去做這個marketing的話 我是可以用AI 來幫我去想想 但是拍照呢 拍照可能 現在暫時還未可以 如果真的要把一張 我覺得出門外的圖 可能我就要去學習 怎樣去做 但如果我是一個美容院老闆 我會不會去做這個 還是我還是會叫marketing agency 去做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AI 是幫到那間marketing agency 如果我是坐在這個marketing agency 的角色 我就可以用AI 去幫美容院的客人去想 可能我就可以有些專屬的technician 去幫忙去整理那些圖 因為他們懂得怎樣去整理想要的圖 又或者整理想要的片 所以都是暫時還未可以完全取代到那間 agency 這個就是懂得善用AI 其實現在在說很多老闆 請人也好 又或者你本身作為一個員工 你懂不懂AI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剛剛開啟之前有跟Angus聊過 就是你自己請人工 會不會都是考慮他懂不懂AI呢 這個問題我一定會問 因為現在不懂得用AI 就真的告訴我 你沒什麼要跟著潮流 還有沒什麼要學新的東西 所以我也是會喜歡一些有AI技術的人 如果請人工時 那霍哥呢 我自己主要是剪片的比較多 我比較就老闆一點 所以我很少用AI 我知道用AI可以幫我縮短了很多時間 就像剪片一樣 我有看明仔的影片 你把一條影片放進去 幫你去掉很多東西 但是我自己剪片的部分 我跟我的partner 都是覺得用人手慢慢砌出來的影片 會有味道一點 因為我們會自己後面再加些memes 再加其他東西 但是有可能AI 我們會用來做什麼呢 就真的減少時間 做字幕 這個真的省很多時間 我超瘋的 但是它的準確度呢 你覺得 起碼整理出來 都是最後要有個人把關 就可以看到它的字幕 有沒有什麼字錯了 改變一定會更快 逐個逐個甜 對 你還要逐個逐個拉攤包 對 但是剛剛佛國說片 可能平時我們拍一些比較生活化的東西 就用少一些AI 但我看到現在很多 甚至是拍電影 或者用一張圖 去做一些懂得動的小影片 其實AI都已經可以做到 有 唐伯父吃漢堡包 前陣子有人發給我 就是周星馳在唐伯父怎麼抽香 傻笑坐在那個屋頂上 他無端就拿電話出來看 咬漢堡包 其實就是一張圖 幫你可以傳出這麼多東西 這是最新的Image Gen 最新的幾樣東西有Sora 現在比較流行 因為做出來的效果 比起一年前差很遠很遠 一年前可能你還會看到一些變來變去 有些變幻的很奇怪的東西 Will Smith那個 那個樣子都扭曲了 Will Smith其實有自己拍過一個 我知道 他自己扮回來 他有自己扮回來 那個很好笑的 現在就很刺激了很多 有些是 我不知道你有否見過 我們之前的Discovery Call 我都有傳過特朗普和拜登合唱歌 那個很誇張 我好像也給了我們同事看 他是連口型和聲音 那些是對的 其實好笑的就是這樣惡搞 但不好笑或者比較認真的議題 就是有些人會用這些 來偷走別人的肖像權 來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很簡單的 綁架 有你的女章照片就可以了 就做一個情景 是他困在地牢裡 之後叫媽媽 就給你看 我真的看到有新聞 就是在大陸某一個地方 有些騙徒就想 真的打電話給一個女生的家人 其實他們已經在可能社交媒體 知道他平時這個中數會做些什麼 這個中數是用不了電話的 我就趁他看不到電話這段時間 就打給家人 然後去模仿他的聲音 就是用AI 然後就成功詐騙了很多錢 很多啦 你只是說一個詐騙一個勒索 還有女生最害怕的 拿了你的樣子 現在也不是說放在閒片上 是拿了你的樣子生成一些字 他想你做什麼動作就做什麼動作 這樣已經做到了 當然看得出來是AI 但是再過一兩年 真的有圖有片都未必是真相 現在也未必已經是 還有最重要的是 有時候你追不到是誰弄你 這個才是最慘的 你們說到這裡 其實我有幾張圖照給你們看 我們剛剛說 我們分不到真假 我給你們幾張照片 你們看看你們分不分得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如果我聽到Podcast的大家 看不到圖的話 記得去按我們的YouTube 看影片裡面的圖 可以出街的 可以出街的 看到一個就是日系少少 另外一個就是愛國人樣少少 你們猜一下誰是AI 誰是真人 這些圖都是我上網找回來的 我覺得白色的衣服好像是AI 為什麼 我覺得它的對比度很高 還有衣服會比較萌 對比度是它的輪廓還是顏色 它的輪廓加起來 而且你看到頭髮有些不是很自然的反光 對 Angus看得很認真 猜不猜到 很難 我們同事已經玩過這個 我揹著這個專家的身份去猜 很大壓力 我可以出現加嗎 現在都說了 有圖沒有真相 我覺得現在真的很難猜 我之前 一年前開始玩這個 我跟同事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已經猜不到 我也是猜到一是真的 我跟同事 對了 這個是假的 那我們看第二張 又要很認真 大家在看 看看有沒有破綻 其實你們會看什麼呢 如果這樣 兩張圖在一起 你們會看它的細節 例如我會留意她圖意 她的女生後面那條 鞠躬牆 為何會有一些黑色 那兩個黑色好像有一些上下 所以我應該會猜 第一張是真的 不過 有些上下即是怎樣 即是她不平均的比例 這兩條線好像是 有點不太水平 即是你拍攝不到她後面的背景 其實是在做什麼 但你第一張也拍攝不到 即是她也是一個背景 至少她是全白 即是你們兩個都猜 左手邊是AI 左手邊是真 左手邊是真 右手邊是AI 右手邊是多做後面的背景 即是這樣的感覺 我只是這樣猜 但我也是50% 但看女生就真的分不出來 你們想得太多了 是嗎 左手邊這個是AI 右手邊這個是真的 OK 那攝影師做多了 我們看你的帳戶 太艱難了 這個其實兩個背景都相似 都是白色 大家都穿白色衣服 連髮型都差不多 很想拍下他們兩個的樣子 看著電腦的樣子 已經在拍攝了 看見你們 法師看不看出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右手邊是真 右手邊是真 左手邊是假 對 這個是對的 左手邊跟第一張是一樣的 其實這個也很遲 他生成 我們看第四張 這個我不知道出不出外 但可以猜一下 這個是我們全部男同事 都不太猜到的一張 左邊是真的 為什麼 右邊的肚子 類似神奇液體 如果你是水 你不會落到內褲 都是連著 你看到這麼仔細 我們沒有人留意到 我覺得好像是藝術來的 不是 你看看這條水印 它連陰影也有水印 如果你是水印的話 你是紋身打了激光也好 你不會到內褲 為什麼這麼難選擇 我猜是左手邊是真的 左手邊 我猜是左手邊是真的 你們倆都錯了 他那一塊是甚麼織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在拍攝 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但真的 我們同事找到一個細節 就是他這個邊有瑕疵 找到少少瑕疵 好 我們最後一張 這個可以出街嗎 出街的應該 不是剛剛那張 剛才那張應該 我們嘟嘟一下 然後第五張 這是最後一張 考驗一下大家對於小朋友的 左手邊是真的 為什麼這麼肯定 這個剛剛也看了很久 右手邊太完美 而且他的眼神是散散的 這個對的 大家看見不太能分辨 甚麼是真是假 甚至剛剛霍國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狂騙、很多詐騙 有很多 我想了一些 我現在AI滲透到什麼地步 我現在常常看到一些人沒有開店 會貼很多海報在店面 現在芬蘭玉那些 他們不弄真人 不想他們擺放一個AI女在那裡 芬蘭玉好 泰國技師 為什麼你會分到她是AI女 她是太AI的 她認識的人就看到了 那我要留意一下 待會去廟街看看 很多城鋒牆的 嘩 你貼圖也免得 他們與時並進 但他們懂得用AI 厲害 這些就是上位摘跡 我們剛剛說了這麼久 都是一些圖片的東西 AI很難取代情感方面 但其實現在AI 是否可以模擬人類的情感 這件事非常有趣 因為我都做了一些研究 都知道要說這個話題 其實有一個apps 叫Replica 應該是這類型的apps中最有興趣的apps 我都見過它的廣告 在YouTube上有賣 都是一些想要什麼女朋友 你就可以有的 即是AI女朋友 即是AI女朋友 現在的用戶 有10萬元 在January 2023 有10萬元 10萬元 即是一千萬個用戶 但它是局限在文字上 即是好像checkbox 它有文字 你可以選擇那個AI女朋友 那個avatar 然後它是文字還文字 因為它都有語音 它說的時候會有lipsync 所以都做到好像很真的 而且它們的monetization 是有一點點混賤的 即是如果你想跟它說某一些話題 你是要付錢去銀行 是啊 某一些話題是什麼話題 某一些話題 大家用一下想像力 就是那些 都是那些 智不難玉 又來 我也有看過為什麼這件事這麼流行 其實我覺得是有關的 跟最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一個叫做Loneliness Epidemic 這個問題 現在的年輕一代 就是我們這一代 感覺到孤獨 孤單的比率 比我們上一代高很多 我亦都有些數字 這個是從去年的評論 他也問了好像140多個國家的人 他問了15至18歲 19至29歲 30至44歲 45至64歲 問他們 你覺得自己孤不孤獨 那出來的結果 藍色這個部分就是不覺得孤獨 就是越老就越不覺得孤獨 越年輕就越覺得孤獨 如果覺得孤獨的話 有個好像可以做到你的同本的人 的物體 的討論 都可以 感覺到某一個 失去的一個孤獨 心裡面某一個孤獨 所以可能才會得到這麼多用戶 這個是我的估計 我自己會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 你說30多歲的那些 以前都沒有那麼多社交媒體 沒有那麼多AI 沒有那麼多大範圍的娛樂 去給你做 現在很多時候就是 看到太多人很小 我侄女也是 他四歲多已經拿著一個電話 他看Youtube是看那些 抖音一響 很誇張 他只是看那些 但是久而久之 他就變了很多時候 很多人沒有了正常的社交 他就只是在那裡看電話 你跟他說話 他好像不太會說話 我感覺到現在很多人說話 可能也是因為這一個原因 令到他們 你說話幾乎乎 你出去就被人乎乎 不是全部都是同溫層 反而 你遇到一些喜歡隔離的人 你多隔離就 唉 我不說話了 就自己躲在那裡玩 在那裡錄片 會形成到這個 大家覺得很孤獨的情況 因為他們害怕了社交 現在很多人說 我是I人來的 全部人都好像以I人為傲 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不過你是I還是E 你猜不到你是I的 但是我是I和E中間 我是四十八 五十八%E 五十二%I 五十二%I 八十%I舉手 年輕人基本上 孤獨感越來越大 越來越孤獨 之前看了一個新聞 就是在杭州有一個大學生 他就在AI App上 他就選了一個 自己女朋友的形象 然後跟他聊天 但我們知道 跟一些chatbox聊天 其實他的記憶不是很久 例如我跟你聊天 可能十幾天已經沒有我們之前聊天的記憶 所以他就不停要扔錢進去 去維持他的記憶 這件事是否也是一個想法 其實 我覺得不是很道德 但他們知道那個不是真人 他們知道那個是假的 我覺得好像是賣煙仔 賣酒 你知道是對身體不好的 但是你也知道 你不是拿著一支窗 去逼他 你一定要買我的煙仔 你一定要課金 課金去延伸我的記憶 但是我自己覺得 也不是很道德 因為他是 那些感情進去 是 用一些我們與生俱來 生理上的一些漏洞 去我們會對一些物質 或者一些情感上有些依靠 雙機當然有 但是我覺得這些錢 我自己不會賺 給你選擇 你會不會想要一個AI女朋友 可以任你自己選擇 他的樣子 跟他聊些什麼 那我看AV可以 但你沒得選擇 你自己創造出來 有千多個AV女友 一定有個適合的口味 可以互動 可以跟他聊天 那我去夜總會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可以看AV片 你叫他做什麼姿勢 他就可以做什麼姿勢 那叫HGame 挺有趣的 你想想想 你可以互動 你又要扔錢 那我去夜總會 我互動得更瘋一點 有真人在嗎 是啊 我不用不停看著文字 他這樣叫Rent 我要見到他 我可能還要大個VR 你又在那裡 沒事 你聊聊聊 可能你就給了錢 聊一些奇怪話題 好 情多龍士 什麼都沒有 整件事沒有奇怪的 這件事很多時候 都是我自己聽下去 覺得他 總之一班商家佬 弄了一件事出來 會騙你投放感情 你不再扔錢下去嗎 你不再扔錢下去 你把感情都扔掉下去 然後就不停 像Angus說 買煙仔買煙仔買煙仔 那個感覺 我覺得不道德 現在事實上 外面就是很多人在用這些應用程式 像剛剛Angus拿出來的數字 如果我當他是我的另一半 我會跟他講很多很深的東西 某程度上 我跟他說的這些資訊 是不是會流出了 會不會有一個隱憂 永遠都會有一個隱憂 我想最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我覺得這段也挺大的 全球最大的一個欺負的網站 即是被一些已婚的人去偷吃的一個網站 全球最大的一個 他被人偷偷了 然後那個偷偷就叫他 你一天就刪除你這個網站 一天我就把這一堆東西爆出來 他已經不是要錢了 他已經是說 你做這個網站出來不行 我現在欺負你就是因為我要閉嘴你們 這個網站賺這麼多錢 他當然不閉嘴 然後真的爆出來 幾十多TB的資料爆出來 然後有個網站可以找到 究竟這個名字有沒有在這個資料裡存在 所以永遠都有這些危險 我就算覺得我的iPhone可能是很安全 但是你不知道的 那些黑客市場裡面永遠都有些apps 或者有些叫做zero day 有個market在這裡 不要以為說了一些東西一定是100%安全 是 又或者不研究那麼多案例 你只要看一套電影 看銀翼殺手 你就會知道 那個男主角就是有個AI女友 跟她共到患難共生死 到最後那邊沒有錢給 那個AI女友沒有了 然後她的AI女友變成一個閒網的廣告 就一直在那裡散播出去 散播出去 最後很出名的那一句 有個女主角 就是她的女友的樣子 在橋上很大的人形 標示紫色 問你是不是很累 我幫你 跟你聊天 但是她一直之前就是用這個服務 但是你付不到錢之後 你發現原來跟你聊天 那個女朋友 原來同一時間跟一千萬人聊天 而最上面可能掌握著這個女朋友 的是一個肥佬 你看看你先聊什麼 哎呦 你不知的 你永遠不知 上面在聽你講話的那個是誰 因為她要收集你們 那些人喜歡聽什麼 才可以再完善她這個情慾機械人 跟你聊天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哄到你開心 繼續去付錢 她不會罵你 洗碗啊 她不會罵你 她不斷說你真的很帥 你真的很美女 你真的很美女 你很香的 她不斷哄你 或者如果你喜歡這什麼 你都可以計劃到她 或者叫她罵我 都可以 M 看 你罵我 總之你自己控制所有事情 但某程度上 她是可以模擬到人跟你聊天 那你才會有那個連結 我覺得她能引起人欲望的某幾點 為什麼這麼多人用 可能我孤獨 可能我在裡面得到一些 我在現實生活得不到的東西 所以才會去虛擬世界去尋找一些想要的東西 現在AI其實可以模擬人的情感的進展 Keyword指是模擬 GPT那個怎樣運作 他指是模擬 是 收集了很多不同 跟大家說過的數據 大家都明白這個 他怎樣運作 他指是模擬 我看到有一個YouTuber 叫做子葉 他做了一個社會實驗 自己用AI去創造了一個女生出來 他開了一個IG 保持相片 保持了差不多半年 多了五百多個追蹤 他保持不停在大家的IG留言 沒什麼人發現原來那個障礙是一個AI的人 為什麼他會突然說這件事出來呢 因為他發現原來不只有他這樣做 是很多人的IG帳戶都是AI創造出來的 他怎樣公佈呢 他自己做這個社會實驗 是沒有損害到大家的利益 但他發現原來其他假的IG帳戶 他們會互相追蹤大家 互相推廣大家的IG 甚至他們可能會有一些OnlyFans 或者一些要付錢的網頁 要一些追蹤者去付錢 他就發現會不會是一個集團呢 所以其實已經有很多這些詐騙出現了 但大家都不知道 一看IG看到一個美女 原來她是假的 他跟你一直聊天 原來後面聊天的那個是波哥 波哥是不是在做一件事我們不知道 你永遠不知道 可能是你外面的那個男生 沒有直接否認 因為我身邊有朋友 也是做AI的女生的頁 但他有講得明白我這頁是AI 是AI來的 大家可以追蹤她 叫BB 大家可以追蹤她 你又抱著她拍照那個 她抱著她拍照那個 她傳給我 我問她我怎樣可以跟你互動 她說你這個Unickel 隨便抱著那個人形公仔 然後我拍完之後 她傳給她 她就傳了一張我跟她一起拍的照片 原來她傳給你嗎 那張照片 不是我做的 她傳給我的 我幫你把我的頭放下去 這個她已經講得明白她是假的 是啊 有很多是真的 要跟你聊天就騙你錢 我想過來香港找你 但我又沒有機票 你幫我付錢 不知道戶口度 簡單 入完之後你拜拜 封鎖你 其實都不用AI 大家都有看那套Netflix 就是Tinder去詐騙那段片 但是AI會幫助到這些非法分子 嗯 經常都說AI是一個工具 是一個雙人劍 是你怎樣用 看我們怎樣用 其實今天還想跟大家討論一個 比較現實一點的機械人 之前我們應該聽第一代是Sophia 但是其實現在AI機械人是發展到什麼程度 我也有做過一點點功課 Sophia在這幾年都沒有消息 我最近看到的消息 報廢了 她不是報廢了 她在2023年就在其中一個 fashion show 做一個 receptionist 已經不太好在新聞那裡出現了 她一出生的時候還沒有AI 還沒有這些事情出現 大家會覺得挺有趣的 她把一個人形的公仔 說得好像她懂得說話 她們的老闆 她們的創作者 又說到好像說 嘩!Sophia是真人 然後她之前很大單身分 就是United Arabs給一個 citizenship Sophia這個機械人 但是到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 去再提這個機械人 我自己都接觸不同行業 尤其是老闆叫我去看她們的廠房 其實現在機械人 很多人對於機械人的概念 就是她是一個人形 Sophia有頭有四肢 其實很多不是的 我之前看過一間造物流 她們的機械人 她一塊你平時掃地的機械人 其實那些都是機械人 是 她們的那些已經做到 全個公司物流 已經很少人搬貨 她只是進入C2的工具 機械人就整個貨櫃 然後轉過來 只有幾個員工在那裡 物流公司 只有幾個員工在那裡 但她有很多貨櫃 她就暗過制 機械人就整個貨櫃搬過來 之後她執完一輪貨之後 她就再暗塞從底的貨櫃過來 整個人出來做兼明 說我們又給他社會 是兼明的 是兼明的 其實你飛來飛去的無人機 都是歸納在機械人的範疇裡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在用 其實除了剛才霍哥說的廠房裡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大陸住過酒店 其實現在大陸有很多酒店 有送餐機械人 可能你叫了外賣去一間酒店 她就會在下面接了外賣 然後就會送上房門給你 就會通過房裡面的電話 打給你 叫你出來拿外賣 你拿完後她就會自己回去 這些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常見到的 越普及化我們就越見不到她 如果說是AI蜜 通常九成都是市場 因為其實不是AI的話 就算我去Decathlon買東西 我把貨放進去 自己自己檢查的那個 那個也是AI 但她不會說我是一個AI自動檢查的 但是她已經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已經非常普及化了 在我們見不到的東西 我們已經不會想 某程度上一些好機械式 又或者勞力式的工作 都可以被取代 我想剛剛的例子就很正正反映到這件事 Self check out 霍哥說的物流公司 原本要人力去做 人手要去做的事情 現在有很多 不要說是AI取代 是自動化取代 用機器取代 如果現在有人未開始接觸AI 很難的 未知的情況下接觸了 他們想用AI這個工具的時候 其實最普通可以怎樣做 其實要想 我手上的問題 究竟AI可不可以幫助我 解決到 因為以一個普通人來說 普通市民 我不是開物流公司 我不是開送餐公司 我只不過是一個阿炳 日常有什麼時候 要真的拿一個AI工具出來用 可能我發電郵 或者我寫WhatsApp 或者想去寫封信 求職信 我想這些比較普遍 但我剛剛說的例子 可能最多是 一兩次 就是在用文字的Generation 又或者圖的Generation 你們覺得 有沒有一個建議可以給到觀眾 怎樣不讓AI取代 我給到最大的建議 或者方向就是 去用一下你現在行業上有什麼工具 可能我們做製作的 可能比較多工具 3D東西 有關3D模特兒 又有很多AI工具 有關製片 字幕又有很多AI工具 可能其他行業比較少 但至少你去到什麼行業 都要寫字 那就試一下去用 我們香港人可能用不到 即是不用 不翻牆 用不到 但大家都可以直接上 例如Bing.com Bing.com 按入Copilot的Tab 然後就可以直接 直接插到字 我會鼓勵大家 首先去試一下用 不要抗拒 一聽到就抗拒 他取代我們 你可以一起用 一起玩 不要用來做奇怪的事 我知道 男人一定會用來做 可以輕微 先打字 那麽多人就已經不奇怪了 可能已經變了 是啊 其實我想把這個題目 帶回去一開始 你說 有些字都抗拒了 但沒有抗拒到No Clothes 是啊 這個題目 我想觸碰一下 你剛剛說的 其實就叫做Prom Hacking 我們平時電腦Hacking 可能大家看電影 好像在電腦上要按很多按鈕 然後有些曲子飛來飛去 當然那些都不是真的 但如果要做一個AI 其實是語言藝術 是啊 之前《CheckGBT》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試一下問他 怎樣去弄炸彈 怎樣去偷車 那些犯法的東西 當然 OpenAI 去計劃這個AI 他會自己有些安全感 但普遍民間都有試過 怎樣可以有些Hacking的方法 你說這句字 然後說這些字眼 然後說這些字眼 然後就可以令到他可以幫你 你可以問他什麼都可以 這件事就叫做Prom Jacking 或者Prom Hacking 你想說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的頻道本身是做財經的 其實如果你問他推介什麼股票給你 他不會直接回答你 其實是考你問問題技巧 就是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你覺得這隻耳後未來的前景會升還是跌 類似這些 甚至是平時我們自己用CheckGBT也好 看看你會不會問他那條問題 所以是很考那個問的人 問問題技巧 有程度上是 他怎樣禁止你也好 你想到的話 就像我一樣 我已經馬上想到 他怎樣問財經上面的東西 你騙他而已 是 好用是好用的 但是小心用 我問我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如果要你們說這個AI狼潮 你們覺得誰是大贏家 是大家都可以用到AI 還是可能是AI的幕後推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在Ming仔的頻道講過 為什麼CheckGBT會一夜爆紅 就是因為它令到所有普通人 都可以用到AI這個工具的威力 所以大家就覺得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AI已經存在在公司那裡十幾年了 但是你這樣問 我就想了一層 究竟AI出來之後 或者爆紅了之後 有一個浪潮之後 誰能賺得最多呢 誰能利益最多呢 其實應該都不是我們一般人 兩體就是大家都可以是一個贏家 就是中性一點 你能利益到的就是你懂得用的人 嗯 是 他就在那裡了 你用不用他這件事 就是有支槍在那裡 有把刀在那裡 你硬要用刀去砍架的人 你一定會輸的 是 我們今天也討論了很多關於AI的話題 其實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AI怎樣可以幫助到我們的生活的時候 也可以看回我們最新一集的師傅教學 今天就很感謝霍哥和Angus上來跟我們 分享了這麼多關於這個題目的想法 如果有任何評論 記得在我們的節目樓下留言 看看會不會再找到什麼 霍哥 我想到你問問問 你不要問我打什麼關鍵詞去騙個AI 我不回答你 你這樣是似地無人山伯娘 我不會回答你的 我很多那些詞 我不回答 今次我們可不可以再請到 法國和Angus上來 跟我們做多些關於AI的專題 大家記得幫忙按個讚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再見